我只是化妝一個農博又來做了 但是為什麼 我一樣同樣的經理 這一年做只賺20萬 那一年做就賺了140萬 跟他沒有關係嘛 因為這個是你第一年的 現金減少馬上去購買機器設備 第一年全部就任列了 然後第二年不用啊 不用任列啊 所以第二年那個現金增加 增加率大可以 所以這個在我們做績效衡量的時候 會產生問題 那所有根基關心這個公司 績效的人都會受到影響 包括什麼經理 他有分紅的績效的問題 再來員工有員工分紅的問題 再來投資人他有績效評估的考量 他要看這一家公司的績效好不好 所以這樣的績效表達是不行的 再來銀行 債權人通通都不認為這種方式是對的 這就是傳統現金基礎的缺點 後來慢慢發現說 那要改善這種缺點 慢慢有人會想 不過這都是幾百年前的事情 我現在講到幾百年前的事情 慢慢有人說 不對啊 這樣好了 你把買仿織機的一百二十萬 不是用兩年嗎 我們就一年算他六十萬 好了吧 好 我們重新再算一下這個東西 那就變成怎樣 他會一樣收入變成兩百萬 然後薪資費用還有仿織機一半六十萬 算一算又變成八十萬 那也就是他連續接下來的Y3 Y3跟Y4都會是每年八十萬 對不對 那那個把面具撕下來 他請你說 對嘛 你這樣算才對啊 不然我第一年被你媽媽出去了 然後我想說 我想說我就不信邪啊 我一樣在做為什麼只賺 只賺二十萬 我戴個面具又來應徵 你又錄取我對不對 然後我證明給你看 我現在就賺了一百四十萬 然後我面具撕下來 我是同一個人嘛 對不對 所以慢慢就發現說 那個傳統的現金基礎 他沒有辦法正確的表達 我們的經營成果 好 他就有一個什麼概念出來了 折舊費用的概念 對不對 本來是第一年買的時候 全部一百二十萬就扣掉了 後來說 那我慢慢轉變成 那不要一次扣那麼多啦 我們分年去攤提好不好 而這個分年攤提就叫做折舊費用 這個折舊費用就按年去攤提 那這個折舊費用就是最早的陰氣基礎 最早的陰氣基礎 就是從折舊費用開始來的嘛 從18世紀的工業革命開始 就有折舊費用的概念了 對 那時候我們會計還還早也啦 哪有那麼多 那時候學生上的很輕鬆啊 以後開會計學開學第一堂 好 我們今天來上會計學 我要介紹陰氣基礎 好 我告訴你們喔 這個如果買一台機器設備一百二十萬 那用免線兩年 我們就第一年體裂折舊費用六十萬 第二年體裂折舊費用六十萬 好 這一堂會計學 這一堂就結束了 沒有 早期的會計就這樣而已嘛 他第一個那個 那起心動念值的就是 折舊費用而已 後來才慢慢發展出 讓同學覺得很厭惡的東西 一大堆要分攤的 計算的 那是後來慢慢為了 應付現代的 經營績效的需求 一樣是為了評估他的績效的表達 所慢慢發展出來的 各種不同的會計準則規定 那是現代慢慢發展出來 那古早的時候的會計全部 就折舊費用維養 開學第一堂課折舊費用維養 開學第一堂課折舊費用維養 下課一百分好大家回家吧 然後那個老師就從學進出堂課學期末的 我們始做的 好 那再來是 好 那接下來慢慢喔 除了那個 折舊費用是一級基礎的 第一個起點 慢慢就會發現說 好像收入也有辦法 也要處理一下 收入啊 收入也要處理一下 補找的時候 補找的時候收到錢當收入 沒收到錢 就不是收入嘛 補找到現金基礎的時候 可是慢慢有些人說 也不對 那個雖然沒收到錢 可是不算成績 不算收入 也不太合理 比如說他晚幾天收 比如說我今年 今年賣出去的這個 這個產品 今年賣出去的產品 到了年底要結算我的績效的時候 沒有算收入 可是不對啊 我只是晚幾天把貨物送出去 實際上我們契約都打好了啊 那產品都載好 送出去啦 只是錢還沒來嘛 對 對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